张女士最近一直被一件事所困扰,她的父亲快七十多岁了,查处得了糖尿病。 邻居就是因为糖尿病得了脑梗瘫痪患的肠快十年了,所以张女士对父亲血糖控制的好不好特别关注。 前几天带父亲做了检查,空腹血糖是6.1毫无二每升,餐后两小时血糖是8.4毫无二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是7.0毫无二每升,比正常值都高。 所以张女士很着急,很怕父亲也出什么意外。 那么,对于七十多岁的老年人,应当把血糖控制在多高就合适呢? 张女士的担心在很多糖尿病患者中都存在,对糖尿病的治疗来说,把血糖降下来是最基本的要求,但这只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目标。 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标,应当是阻止与延缓并发症的发生,而糖尿病病发症的发生发展并非是血糖高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的,也并非在短时间内发生的,是经历一定时间的病变才会形成。 所以对不同的糖尿病人,血糖控制的目标也有所不同,需要考虑多种因素。 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体的各项机能会随之而发生退化,预期寿命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三十岁的人今后还有几十年要生活,七八十岁的人追求的是晚年有高质量的生活。 况且身体已经不能承受更多的负担,不能按年轻人的标准来要求了。 对血糖控制来说,年轻人应严格控制血糖,而老年人应当适当放宽。 代谢因素血糖升高只是个重并发症发生了一个基础坚素。 糖尿病患者同时搬有血压,血脂异常的情况时,将加速各种并发症的发生,特别是在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中。 血压确值异常比血糖升高带来的危害更严重,所以糖尿病人不应只关注血糖的高低。 把血压确值控制达标更没重要,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。 对血压确值的控制比严格控制血糖的获益会更大。 并发症情况对于已经发生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来说,阻止与延缓期进一步发展是重中之重。 由于血糖的异常与血压,血脂的异常是相关联的,此时对血糖控制的要求就需要更高一点。 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由于有并发症存在,利用血糖的能力下降,如果把血糖降得过低,将可能因血糖利用率不足而至低血糖反应发生。 进一步促进并发症的发展,尤其是高龄老人更应注意这个问题。 因此,糖尿病血糖控制到多少就合适,要因人而异常。 基本原则是年龄越小并发症越少要求越严格,对年龄大,并发症严重。 与其寿命短的老年人,达到一般控制目标,甚至宽松控制目标即可。 不同控制目标的参考范围如下,如果此外报到了您,点个赞打个赏点击关注吧,一起学习交流更多健康知识。 感谢观看。